各位视频前的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生信小技巧课程 我还是大家的主讲人 基米 生信技能术创始人 好 我们回到正题 现在已经到第16课了 大家在前面已经学了基础知识 又学了转动组 外贤知识 cheap-seek 各个主学都算是有所小成了 前提是你根据我给大家推荐的资料 好好学了一下 前面我们说到每一个主学都有自己的流程 各个软件 各个结果 各个中间结果 那么这些结果该怎么组织起来呢 通常我们会以交互式报告的形式指出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我这里面就有很多交互式报告 比如说像侯基斯NA的报告 还有这个混金组的报告 小RNA的报告 南口的RNA cheap-seek的报告 来看看都是这些什么东西 这报告是什么东西 然后该怎么制作 好像网数不是很好 77K 91K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南口的RNA的报告 它里面就有每个样本的分类 然后这个QC图 之前这个QC我们是以本地文件夹一个一个重启来的 还有这样的table 这table也是需要保存的 还有这个随机信 这个随机信也是RSQC 各种各样的软件 结果就都被整合成一个报告 这样的话 跟你合作的老师就不需要去翻文件夹各个方案 而且还不懂什么事 你看这个还写好了中文说明 还有后期CNA的报告也是一样的 是吧 模块性状关联 就这样就比较方便 那么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其实是PHP加CSS加HTML和JS 包括这个MultipleQC也是这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 MultipleQC MultipleQC 不知道在不在这里 L微微弱的看一下 这个就是MultipleQC 本来它之前是这么 这些结果看到没有 有 这是一 哦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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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小心把它给全部给点开了 哎呀 这个真的是 比较尴尬 没关系 你看这个 这个有十多个样本 就每一个都要点开看 这点开看是不是很累啊 那怎么办呢 不能每个样本都看这看那呢 所以我们就有个好的方法 叫做 把它综合起来 像一个CleanFactQ 你看就说去了 第一个样本的 每个样本就只提取 它的几个关键信息就好了 然后综合起来 之前是每个样本 每个样本一个图 一个图上面只画一条线 现在就是把十几个样本都画在一条线上 这样你可以很清楚的做样本之间的对比 这也是 这十几个样本都在这一个图上面 不同的线 这就是 这就是一种 可视化的方法 现在我需要把这个以发QC结尾的东西都给删掉 这个太浪费我的空间了 看一下怎么删掉 remove信号 FastQC结尾的就可以了 -RF OK 刚才不小心把门都给解压开了 现在又把它删掉了 好 我们再回到正题 除了刚才这种的 MarioQC 还有Markdown 极其系列套件 Markdown有个叫BiocaStyle 它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解题报告 非常方便 你把代码和文字写进去 它就给你一个很完整的图文欠合的报告 还有就是Python的Jupyter 它这些基本上都是PDF HTM无份连接的 然后我博客里面应该还是有一点点报告 或者自动化报告吧 搜索看看 Sleepif软件也会提供一个VCF报告 还有阿元包也会提供一个报告 还有用服务器通常别人也会给你报告 Sleepif的报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比较丑的那种HTML代码 你看写的非常之丑 画图也非常丑 这是PHP画图 现在都不这样了 现在JS的画图都很漂亮 然后我只给大家提供这些名词 因为这个报告 这讲起来 公司研发报告得三个月到一年了 所以的话不可能说三五分钟就讲完了 有了这些名词你们可以搜索一些教程 需要花很多基础工具慢慢学 好 第十六课就到此为止